好,那對打焊來講,基本上我們現行的社會裡面,大家都很忙,那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,在我們在醫院裡面做比較積極的或輕患的手術之前,有什麼樣的保守的療法? 首先,我們都會鼓勵,第一個是減重。減重的話,因為在我們瘦的人,我們的呼吸的空間可能是這樣,胖的人變成這樣。 所以胖的人,他的呼吸空間變成圓圈狀的時候,你叫他測睡是沒有功能的,因為他不管轉哪個方向,他的面積是一樣的。 所以第一個要減重,從這樣變成這樣,那測睡就會有幫助。 好,所以第一個要減重,但這也是目前最困難的事情,減重能夠達到效果的,可能不達到10%。 那麼減重要達到改善疾病的一個功效的話,大概要減體重20%。 如果說以80公斤的一個成年人來講,他要減到60公斤,才能達到一定的,呼吸到有這樣很小圈的變成一個扁平寬狀的,因為側邊的脂肪慢慢的退縮。 所以減重,這是這裡面最重要,但是也最困難的。那第二件事情是改善鼻塞。 改善鼻塞,比如說我們現在最常見用歐鼻字,歐字比歐鼻字。噴,讓鼻子收縮以後,我們能夠減少,因為鼻子氣流快速。 物理性原理裡面,我們氣流經過一個狹窄空間,他必須要快速的通過。所以如果說鼻子空間變小,他就要用力吸氣,用力吸氣就會開始有這個呼聲。 所以改善,改善我們比賽,的確能夠減輕一部分打汗。雖然打汗的震動是軟肋跟眷勇吹,不是在鼻腔,但是鼻腔是一個加重的角色。 我們都有經驗法則裡面,都有講到說,當我們感冒的時候,比賽的時候,那天打汗比較厲害。所以改善比賽是有幫助,這需要借助藥物。 但對於病患來講,最能夠直接就是說,那我能不能改善我們的睡姿來減輕打汗,的確可以的。 那我們會以這個睡眠專科醫師來看,我們是會建議側睡,而且是右側睡。 因為心臟在我們左邊,我們左側睡壓迫心臟會比較不舒服,所以右側睡。 那這個右側睡裡面,就是在受視者或病患,會覺得最大的困擾就是有兩個。 一個就是我的睡姿不會穩定,因為我睡一半翻來翻去,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某一種裝置,讓我的睡姿能夠盡量固定在右側睡。 第二就是說,右側睡,我必須要有一個好的一個設施,讓我的頭不會壓到我的肩膀,不會造成白天醒來,手多麻了。 因為手一麻,我們就會不舒服,就會患了。我們睡眠的連續性也會被打斷。 所以我們才會設計出那樣的產品,能夠讓我們有足夠的彈力。睡覺的時候,我們這個頭部是支撐的,我們不會去壓到肩膀。 我們有足夠的裝置,讓我們迫使我們的頭位移到一邊。我們有足夠的裝置,讓我們頭不會滑到我們枕頭外面去。 所以第三個,也就是比較可行的是測睡。因為測睡的確能夠減少軟肋跟舌根,塞住我們的喉嚨。 所以在這個目前三個保留方式裡面,其實也可以同時進行,我們要求病患去減重。 減重我們現在都會經歷病患,從晚餐吃燒,下午去快走或是慢跑或是快走。 以及同時如果有比賽,特別是我們在台灣,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民眾有過敏的現象。 我們同時給抗過敏的減輕比賽的藥物,以及建議它有測睡。 所以我想保守療法這三點,我們大概可以達到30%的一個減輕的程度。 也就是說,不管是這什麼樣的人,如果說它能夠有效的減重,跟有效的去測睡,以及鼻子的呼吸順暢的話,大概會有30%的改善。 也就是說,如果你打汗,譬如說8分很嚴重,也許可以減輕到5分中度的打汗。 所以這些是我們的保守療法裡面能夠達到的一個最大的療效。 但這裡面困難的是減重,比較容易做到的是測睡,特別是有其他的方式。 藥物有幫助的是比賽。我想在保守療法大概是可以做到這一點。 要講解了一下。 等一下… 這裡面困難 放到太陽了 這裡面固定的感覺 有效能… 感谢观看